一直強調 不要看我們需要潑潑爛爛的 那個圖書館裡面的資源 是非常非常豐富的 只是他們不知道怎麼用 對 所以這也是我的目的 就是要去告訴他們說 圖書館有這麼多東西 啊這麼多東西 到底是什麼東西 然後可以幫你什麼 其實待下來之後慢慢的 你會發現不是這麼一回事 不只我自己專業不足 還有就是資訊科技不是一直 一直在靈性 那剛好反正有研究所 那時候又開始有在這專辦這種 我想要寫實那個論文的時候 剛好醫院開始封醒時針醫學 剛開始我也是沒什麼概念 想說醫院時針醫學 關我什麼事就 反正就知道有這個東西 那有一天教授跟我這樣說 欸這個時針醫學跟你有關喔 然後他就開始解釋說 欸這個時針醫學你在幹嘛在幹嘛 他們現在醫生遇到一個什麼問題 因為醫學資訊是一直變動 一直有更新嘛 但是新的東西不見得比舊的好 那你怎麼判斷新的有沒有比舊的好 啊這跟你有關啊 你看不是就是要去找正確 不是你們圖書館就是最會找嗎 不是就是最會找這些資訊嗎 跟你有關喔 你要學喔 來一起就開始學 就開始聽 然後本來以為 我只能著力在第二步驟就是 搜尋文獻 後來發現 對 我要搜尋文獻 所以你知道下一個關鍵字 不是啪啪出來 很多文章 你要怎麼刪選出 你要馬上看的 這要懂啊 對不對 就覺得這個不足了 又開始自我學習了 又開始又要學這個東西 圖書館圓 未來能做的事情還很多 美國 醫學圖書館學會已經在做了 美國醫學圖書館 已經在網路已經就是 就是跟普羅大眾講說 欸你們有什麼任何的這些醫療問題 都在找圖書館 找我們醫學圖書館 我們醫學圖書館 就是會整理這些東西 讓你去問醫生問題 那你了解這個 每一個人其實 在會在居室時 都需要這方面訓練 跟醫生的部分 如果懂醫生 有沒有足夠這樣訓練 他就是醫病本身 他能不能說人話 對不對 說人話 所以不能 他要懂得說人話 對不對 我覺得這很重要 嗯 這樣 對 這其實都是我們可以幫忙的 對 那是以前 對 但是 bisschen 在 disc機儀 發生 被轉 自己 對 我就 感谢观看